各位同学,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故事,书名是叫做大红泡泡 你看看这个书面是不是很有趣? 那只大灰虹抱着了一棵树 究竟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呢? 故事即将开始 从前在森林里面有一只大红 可能你见到一只大红,你觉得它又灰灰又黑黑,都挺恐怖的 但是这只大红呢,它心中是充满爱和幸福的 你见到它手上拿着一枝花,你就知道它是充满爱和幸福的 每当它在森林里面散步 它见到有生命的东西的时候,你猜它会做些什么呢? 原来大红都会和每一样有生命的东西来一个拥抱的哦 同学,你有没有试过和你父母拥抱呀? 大灰虹是很喜欢用一个又一个的拥抱 来分享它对所有生命的爱 大红甚至它会去拥抱一些可能熊喜欢吃的小动物 例如,它会见到一只胖胖的小兔子 可能很多其他熊都会将它吃了 但是,大红只会停下来,做些什么呢? 和它微笑 然后,和兔子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你会和你家人和朋友拥抱吗? 在什么时候你会和他们拥抱呀? 如果生命缺少了,那人生就可能没有什么趣味的了 同学,你见到大红会不会觉得很可怕? 但是,刚好这个故事的主角大红是会令人又喜欢又可爱的哦 它见到高大的动物,它都会来一个拥抱的哦 小小的动物,例如小小的小的小,它都会抱着它来一个拥抱 无论有些动物,例如这只很臭的臭油鼠 大红都不介意的,都会抱着它来一个拥抱 甚至有些恐怖的动物,例如这条毒蛇 大红都不怕的,都会见到它来一个拥抱 不过,大红最喜欢都是森林里面所有的树 每一棵树,它都是最爱的 无论是大树,小树,苹果树,森林里面的梨树 土树,大红都喜欢将它们紧紧地拥抱住 除了家人和朋友之外,你们有没有拥抱过其他的生物啊 你现在最想拥抱是哪一个啊,为什么啊 有一天,当大红想要拥抱着一只河梨和一棵大树的时候 大红见到一个男人走进入森林 这个男人握着一个斧头的哦 大红偷偷地跟着这个男人的后面 直到他停在森林最高耸,最古老,最美丽的一棵树的前面 咦,那个男人看着这棵很宏伟的大树 大红以为这个男人好像他一样很喜欢树 但是,究竟有些什么发生呢?同学,你猜一下 这个男人竟然想用他的斧头砍伐这棵树啊 大红简直激气到不得了 是他生平第一次,一点都不想拥抱啊 你猜大红做了些什么呢? 会不会伤害这个男人呢? 他张开他的大嘴巴 准备想要狠狠地咬这个男人一口 大红突然间停住在那儿 他觉得不可以伤害人的 他知道自己不应该那么生气 也都不应该吃了这个男人 这个不是他想做的东西来的 他叹了一口气 决定做他这一生人最厉害的事 同学,你猜一下他做了些什么事呢? 如果你是太红,你会怎么做呢? 会不会伤害这个男人呢? 你觉得大红最后会怎么去做呢? 让你想一想 他给了这个男人一个拥抱啊 他没有伤害到这个男人啊 当别人令到你不高兴的时候 是否一定要用武力去反击才是解决到这些事情呢? 你会不会像大红一样这样去对这个男人呢? 不过这个男人好像不是很喜欢大红这样拥抱啊 这个男人被大红拥抱完之后 吓到即刻走啊 大红都是放开手被这个男人离开了了 这个男人扔下斧头 跑得好远好远好远啊 你知道大红接着来做了些什么呢? 又让你想一想 原来他微笑一下 吸原本被那个男人 砍伐那棵大树来一个拥抱啊 大树现在都觉得好温暖好安全啊 你见不见到? 书里面有只小雀仔啊 他跟大红一样去拥抱这棵树啊 当你难过的时候 有人吸你的拥抱 你的心情会不会好些呢? 在这个故事里面 大红有很锐利的爪 很尖的牙 和他很高大威猛 但是他是一只充满爱和幸福的大红 大红亦都是很尊重生命 他会关怀爱护大自然的大红来的 他更加能够以德报怨 拥有宽容美丽的心 故事讲完了 你可以跟你爹地妈咪继续去分享 甚至可以跟你爹地妈咪你一个拥抱啊 拜拜